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日益升级 朝鲜半岛到底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而多年来处在这场危机阴影下的 不仅仅是7000多万的朝鲜半岛的人民 同时也包括了大片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 这场危机给这些人民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与外界严重隔离的朝鲜民众 在拥护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同时 是否明白战争的迫在眉睫 而朝鲜半岛一旦开战 将会造成多少人民的伤亡和破坏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 也是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欢迎你海涛 你好 宇文 第二位从北京通过skype连线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的是 中国独立食品人吴强博士 吴博士您好 宇文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朋友 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们知道朝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 外界很难去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度 还有它人民的生活 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够从逃离朝鲜人士 或者我们所谓的脱北者的口中 来了解一些情况 那么今晚在我们的讨论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一位 朝鲜脱北者赵真慧女士 先来和我们谈一谈 她所掌握的朝鲜目前的最新动态 还有她记忆中的朝鲜 赵女士您好 你好 是 我就直呼你真慧了 因为你相当年轻 真慧 我想先请你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 国际都在谴责朝鲜最新核试验的时候 朝鲜内部的反应是如何 在我们昨天对你发出了采访邀请之后 我知道你也试图要与在朝鲜的一些朋友 家人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反应 你所掌握的情况是如何呢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心里很不安 然后很多北策人 他们希望有一个战争 让他们的生活结束 意思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很苦 然后因为政府竞争温虐好 或者是我们叫那个博弈部 或者安政部 他们每次都邀请他们 叫一些粮食作为军粮 然后叫一点衣服 然后手套啊 袜子啊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平常的人呢 把自己的被子都拆开 然后用那个做完 袜子啊或者手套 然后捐给国家或者是军队 又不那样的话 他们就把他们送到一个 就是台湾队 韩国人那个北朝鲜 叫大人的就是一个像个监狱一样的地方 需要待在那六个月 劳动然后才能放出来 现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都心里不安 然后我觉得对金正恩来说呢 因为他的爷爷金日成 或者是他的爸爸金正日 他们对把他们教育人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把日本人打出去了 所以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 可是金正恩他们 他当了总统以后 什么事都没有做过 只是一直杀人 就是对自己不尊重 把自己当成小孩子 或者是不按照他的意愿做事的话 就一直杀了他们 所以很多人都有恐惧 可现在呢 已经自己的孩子饿死 自己的家人老是顿监狱 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满 所以他为了把这些人的想法也好 把他们说服 让他们说服的话 只能是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他一直想要狂妄的 想要做一个战争 然后想要赢回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 珍惠 刚刚就在你跟我们观众朋友 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在播放的是 就在昨天平壤 举行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 庆祝游行 庆祝他们这次的清淡 试验成功 那么参与核试验的有关人员 也接受了这个民众的夹道欢迎 朝鲜官员特别说 这是要献给金日成 金正日的礼物 并且再次警告 如果美国和卖国贼 对朝鲜的自卫行动 说三道四 要试图引发战争的话 朝鲜就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让美国走上面亡之路 但是和你刚刚你了解的 你所掌握目前在朝鲜内部 真正人民的心声相比 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我继续想请教你 我知道你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多次试图逃离朝鲜 那么在第三次 才成功地留在了中国 那么跟我谈谈 你现在在朝鲜 是否还有任何的亲人 那么到底这种所谓的 朝鲜人民拥护崇拜 这个金家父子的这种情感 是不是真实的呢 还是这只是朝鲜官方 要给外界的一种假象 以前90年之前 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 接触外面的世界 只是学习一些竞争日 或者金日成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相信 金正日或金日成是唯一的 伟大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爱慕他们 尊敬他们 可是90年以后 很多人逃出中国以后 通过网络呀 电视呀 或者中国人一些 真正跟北朝鲜打仗的时候 参国军的那些人的口脸 他们听说很多一些事实以后 慢慢的想法就改变了 然后都是我们在那个 北朝鲜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说呢 韩国或者是美国 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国家 然后因为他们 我们战争才开始 这样学的 只是后来我们知道 事实以后不是 是北朝鲜先打出韩国 然后开始打仗 所以很多人知道 这些事实以后 都已经改变想法 然后历史是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 政府恐吓人 然后一点粮食都不给他们 一点自由都没有 也没有让他们 做自己的business的 或者是让他们 种地也好 做农场也好 什么事都不能做 只能是听从国家 然后孩子们会饿死 就很多人都不满 所以不可能继续尊敬他们 或者是把他们当成一些领导 就是因为现在听从国家的 就是因为害怕 因为很多人如果说了一点点不满的话 三个或者是三代家族都会被杀 所以现在就装着听着他们 所以我们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不会说是变贞恩主席或者这样 他们直接会称呼他的名字 或者是说他是个小狗 或者是那个小猪 他们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话 所以现在的那些人 在镜头上的都是装的 或者他们那些人是在平阳里边出生 然后生活 一些很好的大雨里边长大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竞争路的不满 所以在镜头上哭的那些人 可能是真实一点 珍惠我还想继续请你留在线上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事停留 再过五分钟时间 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 但是稍后回来 我还想继续请教你 就是有关的相关的国际的一些谴责 还有甚至制裁 在朝鲜对特别是朝鲜人民的生活 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冲击 不过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到你 请你继续留在线上 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 那么吴博士 我们刚刚听到了赵真慧女士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可以说是她听到的 在朝鲜这些最新核试验 还有导弹发射之后 朝鲜内部人民的心声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知道您个人也曾经到访过朝鲜 您对朝鲜也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 跟我们谈谈 您对这个国家 还有刚刚对赵女士的说法 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昨天平壤举行的 一个盛大庆祝 就我对平壤的观察 我相信平壤这些民众的一种 庆祝的心情 也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有表演的成分 有真实的表现 但是在平壤之外 民众对河市的消息未必清楚 而且就像刚才赵真慧女士 所表达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朝鲜是一个很分裂的一种状态 平壤的居民是享受特权的 他们跟朝鲜的党中央 跟金正恩的这种联系 和平壤之外的地区的人民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就我对平壤的观察 以及比如说过去联合国对朝鲜的禁运 以及未来的禁运 是否会对朝鲜 普通的民众有生活上的影响 在我个人观察看起来 平壤的居民已经相当程度上 依赖于一种市场化的一种交易 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 他们大量的高级的日常生活用品 都是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 而获得 那么中国的对朝贸易 某种意义上讲 在供养朝鲜的平壤居民 也在供养朝鲜的核发展计划 如果说一旦有更严厉的制裁的话 首先会对平壤的市民的生活 造成影响 然后会影响到他们对朝鲜的 核计划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海淘 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 刚刚你也听到了赵真辉女士 她谈到的一些现况 那么你在过去也曾经在香港多次的采访 那么对于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 也有过一些了解 他们的一些故事 那么你是不是能谈谈你的想法 另外就是金氏政权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现在在朝鲜 有2500万的人口 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这么多年来控制着这些人民 刚刚真会稍微有提到了一点 海淘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说明 任何的共产极权国家 它控制人民 无非是两个手段 第一个就是枪杆子 就是抓军队 朝鲜现在是先军政策 第二个就是笔杆子 就是抓人们的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 那么只要控制着这两点 因为金家也是跟着毛泽东 学这套学得很好的 不光是前苏联也是这样 任何的共产极权国家 包括越南 包括柬埔寨 包括古巴 它都是不外有这两个法宝 第一个抓了军队 就是押住你老百姓 让你不敢反抗 稍有不满就给抓到监狱里 甚至出于急刑 这个赵真会女士 他刚才提到了 第二个就关于笔杆子 笔杆子就是控制你的思想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朝鲜是没有短播收音机的 即便能看到 听到的都是中播的 就是当地的一些电台 都是严格给你控制好的 就是和什么 都是国家控制电台 那么即便有电视台 也都是国家控制电视台 所以才出现了 像刚才那个吴翔博士 好 赵明慧女士 平壤的居民 和平壤以外的居民 对整个国家的 对领导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越往中心的地道 它控制得越严 在我们都知道 在朝鲜 不是任何一个朝鲜的国民 公民 就随便可以进入到平壤去居住的 要有很多的条件 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你才能进入平壤的 严格来讲 任何共产极权国家 包括朝鲜 就是用这两种方法 这样是控制老百姓 最好的这种两种方法 好的 我想继续回到 我们的赵珍惠女士 珍惠你还在线上吗 我们的赵珍惠女士 是 珍惠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六 9月9号 就是朝鲜的建国纪念日了 那么现在各方都在预测 这个金正恩很有可能 会在这一天 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 那么到时 恐怕又是一连串的 国际谴责声 还有这个加强制裁的声浪 那我们刚刚就想要提到了 这个联合国 还有世界各国 对朝鲜的这样的制裁 它到底对朝鲜人民 很多人说 其实对金正恩影响不大 真正伤害到的是朝鲜的人民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这些制裁 到底这些年来 给朝鲜人的生活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报 是说9月13号 他们会发一次 再次发一次 然后因为北朝鲜在里边 因为天气的变故 然后也没有农历的那些工具 所以很多人都没法自己 做一些农坡 或者是做一些踪地的事情 来挣点钱 或者是做食物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很困难 然后被政府一直踢压 然后还得给政府捐款 所以很多人的生活 跟电视上 在北朝鲜 他们从电视给别人看的 根本就不一样 或者98年的 或者现在的情况 都是差不多 就有一些不同 就是很多人在市场可以做买卖 来生活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变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以前竞争日的时候是他不会掌握 不会control这个局面 可是竞争日是在外国学过很多东西 然后他从网站也是学过 看过一些东西 所以他很会装 然后很会让别人看见一些好的一面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好 或者Korean-American也好 他们就觉得现在朝鲜已经变了很多 很多人都已经有自由了 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好 可确实不是 在我的家乡也是 我光是听说我的一个朋友的爸爸 饿死了 四个人已经饿死了 然后还有一些金正日的妈妈的家乡 在那边饿死的有八个人去年 所以这今年也是我的家乡又饿死了两个人 这是光是我所知道的 所以北朝鲜的情况现在真的很不好 然后对金正恩来说 外国或者是美国给他们打了一个墙 或者什么的 死了几个人 就为国家牺牲了 然后给他们发一些奖品就够了 可是对美国或者对韩国来说 一个声明是很宝贵的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弱点 所以他们不管怎么猖狂 美国或者是韩国 不会首先开始要打仗 所以他们就觉得 美国或者是韩国会拼宠他们的 所以他们没想过真正会打仗 所以现在这么猖狂 我是这样了解的 所以甄惠照你这样的这个 你的观察与分析 你认为接下来朝鲜半岛的局势 会往哪里走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 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 军事选项也在台面上了 所以很多人说美朝之间 会不会爆发战争 确确实实现在可以说升到了最高点 那么如果爆发战争 当然你一定也会担心 仍然在朝鲜的家人的安全 你觉得这个到底如何来解决 这个朝鲜问题 什么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没法断定的告诉你一些 很好的一个答案 可是我是这样想的 北朝鲜里边的一些居民 自己是要把政府给绊倒 这个是最好的一些局面 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很多人现在无知 所以我是想美国政府也好 韩国政府也好 帮助一些北朝鲜的居民 让他们自己能把局面给换过来 然后一些保护他们的那种立场 或者是你们该做的什么事情 做完了以后 你们要逃跑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帮助你们 有这样的报道也好 有这样的消息 会传到北朝鲜里边的话 有很多一些人 有权利的人 会想着把金正恩给垮倒 或者是跟政府起混 或者有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想 然后对北朝鲜来说呢 北朝鲜的居民来说 反正这样也是 那样也是 战争以后死 比较痛快一点 这是北朝鲜人的想法 所以赶快出现什么事情 让这样的苦日子赶快结束 死也好活着好 有一个就是answer 这样比较对我们来说是好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这样跟我说的 好的 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可是我希望美国政府也好 韩国政府也好 把金正恩赶快弄死他 让他早点跪西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 我们谢谢赵真慧女士 感谢你 在今天抽空 参与了我们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 谢谢真慧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好 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在现场的讨论 我想继续请教 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 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赵女士她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 当然您刚说在平壤 在郊区周边的这个民众 可能对于平壤政权的看法不一致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作为一个整体 现在朝鲜人民 可以说笼罩在这个 韩战的这个 可以说朝鲜战争的这个阴影之下了 您觉得如果今天金正恩 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 朝鲜半岛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相信朝鲜会继续在发射弹道导弹 而且只能发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 朝鲜人民 朝鲜政府它会继续搞一些庆祝活动 把它作为一个政权实力增强的一个象征 作为政权某种意义上讲有更大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它的传统的先军政策的一个体现 它拥有了对国际更大的影响力 对平壤市民来说 对平壤以外的居民来说 这都是有增加金正恩政权合法性 得到拥护的一种办法 也是金正恩在过去几年 一直坚持一个双轨政策 一个重要方面 他一方面搞市场经济 另外一方面 他要强化他的核武器 强化他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 这个跟海涛刚才讲的是一致的 他的意识形态 仍然停留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之下 在强化朝鲜战争 强化对美的仇恨 对日本的仇恨 对南韩的仇恨 他的整个意识形态 是建立在这种仇恨基础上 然后行使政权才能保持下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发射 我们也看不出朝鲜会发生什么变化 会增加他的对金正恩的一个拥护 所以国际社会能做的 只是应该是要想办法 阻止他的这种发射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第一位就是来自吉林的余先生 余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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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这次核实验呢 给吉林造成了很大的不安 吉林省的中部吉林市有震感 边境有强烈震感 那么朝鲜危机主要是核辐射 难民 长白山天池火火山的喷发给吉林省造成灾难 美国把朝鲜朝核危机啊 这个推给了中国 给中国施压 那么十年前的六方会谈呢 朝鲜的条件呢 就是要把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议 是中国不同意 还是美国不答应 朝核危机的主要责任在美国 主持人 好的 我们谢谢您 吉林的余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 您好 请说 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 其实现在国际上各种制裁 其实我觉得都起不到什么效果 因为现在他今次政权 维持这个政权的手段 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发射导弹和核试验 来强化和外部的矛盾 然后给国民以恐惧 然后来强化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统治 我觉得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中美联合起来 从中国从北 美国从南边 把金正恩政权推翻 然后让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民主统一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核问题 也能从根本上解放被朝鲜的人民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谢谢 好 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 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朝鲜战争的阴影归根阶级 是北朝鲜人民自己选择 经加世纪王朝独裁统治的结果 包括被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广大东北地区的人民 在经历了被日本侵占和沦陷的命运后 现在又迎来了北朝鲜的核武威胁 因为国家都沉醉在纸醉精明的经济发展之中 被中共的封锁和洗脑变得麻木不仁 不能不说是国人和朝鲜人民的悲哀 所以朝核危机最有可能就是 朝鲜和东北天朝的人民一起玩火自焚和同归于尽 谢谢 好 这是新疆黄先生的看法 那么稍后我们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发言讨论 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海涛 那么海涛你一直以来也在关注 在社交媒体上也好 在我们其他的国际间的新闻媒体报道也好 有关于朝鲜危机的相关的应对措施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核试验确确实实引发了很多中国东北居民的一些忧虑 那么你的观察与了解是什么 他们特别担心的 其实还不到核爆的地段 他们甚至觉得光是这个可能的核泄漏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 不是吗 在中国的网上特别是新浪微博和百度 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看中国的网民 民间和政府还有老百姓 普通网民对朝鲜核试验的反应 那么大家的反应基本上是从刚才杰林的余先生 和湖北的陈先生和新疆的黄先生 他们三个代表了几个不同的观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比方说杰林的余先生他说 战争的朝鲜危机走到今天这波主要责任在美国 是美国造成的 那么湖北的陈先生说是中美联手就可以解决这个 金家王朝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新疆的黄先生也是说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网上基本上也都是 就大致是这几个方面 就是中国的网民不敢在中国的网上 他不敢直接说这个责任是在这个中国 那么大家都说是如果有责任 就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美国方面 在中国好多网民对这个金家王朝呢 还有很多的好感 那么直言不讳的说是要把这个金家王朝灭掉的 这个还不是很多 但是对这个金正恩呢 大家都知道他金三胖或者金胖子 都是这么一种口气 我特别注意到在今天中国的网上 大家转载了普京对这个朝鲜问题的一个 一番讲话 普京说朝鲜人民就是穷的吃草 也要把这个核武器这个搞下去 就是这个就是回到了中国以前的那种 中国五六十年代 搞自己原子弹和这个氢弹那个时候 当时的陈元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说我们中国就是当掉裤子 我们要搞原子弹 他现在中国现在朝鲜基本上也是 普京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现状 就是朝鲜人 我您您肯吃草 我要把这个这个核武器搞上去 因为他们怎么定 他们现在搞上核武器 他们就认为我可以和西方 可以甚至和北京 甚至和韩国 有一个可以抗衡的一个支点和力量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就没办法来面对 他们所说的这个美国的压力也好 韩国的压力也好 日本的压力也好 甚至来自于北京方面的压力 是 我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 刚刚我们听到了海涛 那么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 其实看来不仅仅是在朝鲜内部 对于金氏王朝的看法分歧 在中国看来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就在昨天 这个英国广播公司BBC 他的记者特别到了中国的辽宁丹东 去采访当地的一些居民 那么当地的居民对于中朝边界 或者是朝鲜战争会不会发生 都表示非常的淡定 他们说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朝之间 有坚定的友谊 是打不起来的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这个星期一的报道 这个又是截然不同的画面 这是在吉林的这个浑春市 那么它里面就介绍了说 自从这个中朝边境 这个在朝鲜多次的核试验 还有这个核导弹发射 这个导弹试射之后 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的边境城市 几乎成了空城 那么年轻人大多已经离开了这些城市 那么对他们这个当地 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还有贸易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可以说民众是忧心忡忡 到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您觉得哪一点才可以真正代表 现在中国特别是身处在 这个朝鲜这个核威胁阴影下的 中国东北居民 他们的心里真正的想法 您观察到这个差异非常好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朝鲜的平壤居民和平壤之外的居民 对朝鲜的核计划的态度 是迥然不同的 其实我自己也观察到 我从丹东到浑春 我沿着中朝边境都走过 看过跟当地的居民 有聊过 我也发现 东北人民 中朝边境的人民 他们的阶级不同 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丹东 沿边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朝鲜的态度是很反感的 他们认为 东北的一个现在 陷入一种萧条的状态 特别是中朝边境的城市 陷入一种萧条状态 很大程度上是跟朝鲜的这种合适 跟朝鲜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一个举动 是有密切的关联 比如说我到长白县 到丹东 当地的房地产的价格 几年没有变化 当地的商人也是很不满这样一种状况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这个生活现在逐渐还过得去 他们感受不到太多的东西 但是年轻人就不同 年轻人现在几乎是 从丹东到浑村 沿边 长白 当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他们不再关心 不再谈这些问题 所以我相信很多外媒记者到了这些地方 他们接触不到当地的知识分子 接触不到当地的青年人 他们能接触到的是当地做小生意的 小买卖的 他们对这些是有点麻木的一些感受在里面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有什么样的经历 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我想先国际上是谈那个 欢迎朝合的问题分成两种声音 中国是讲的 说是只有会谈才能解决问题 美国呢 美日韩子全是施压 实际上我的赞成是会谈 会谈但是有个前提 就怎么课题 对吧 会谈的后背后也有强大的追手 他不愿意跟你谈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 需要这个六方会谈五个国家 形成一种合力 不要是形成一种分力 是吧 朝鲜看到 你们原来你们都不团结 所以说呢 这也给他有机可乘 所以要生一种合力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您 张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 这是来自四川的石先生 石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您好 对这个北朝鲜的问题 我还是 你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思考 值得思考至于怎么样来解决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好多 我相信我们中国这边 好多老百姓也是不愿意看到 朝鲜那边发展这种核武器 还有他那边他那个政权这样子傲慢嘛 比如说要是说如果是说 要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话 造成那个损失或者说 其实老百姓的那种灾难也是 我觉得比较大的嘛 有一点建议我觉得 像你们美国自由我觉得都可以提个建议 应该增加一下你们那个信号 多覆盖一下你们朝鲜那个边区 加强一些对他们老百姓的那种思想的 思想方面的一些教导吧 让他们多知道一下 外面的国家是怎样的 要以及他们那个国家 还有我觉得要从做一些流亡的 给他们一些准备 就像刚才朝鲜那位 赵女士 要有一些准备 好的 谢谢您 石仙儿 我们继续 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 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在网路上也有一位署名 叫Ad照的这位网友 他想请问的是 制裁朝鲜的最后手段 不过是贸易禁运 但是这样的终极手段能奏效吗 如果贸易禁运实施了 朝鲜会不会苟急跳墙 来攻击首尔或中国呢 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 海涛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几位这个网友 提到了Alex Liao这位网友 他说我看不出中国 需要全力制裁朝鲜的理由 很简单 第一离疯子太近了 疯子真疯了 谁最倒霉 第二对美国太不放心 多数中国专家认为 中国周边一旦有事 美国会在中国的周围 只会来进行围堵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叫曹瑞的这位网友 他说我觉得朝鲜半岛 再次发生战争 中国肯定不会出兵 因为国内的矛盾太多了 不是当初毛时代 可以控制全国舆论 现在党内的斗争就会牵制的 况且还有外部的矛盾 那么另外这位刘家豪网友 他说动朝鲜是不可能了 没有国家想付出代价 连韩国随时会被搞死 自己都不想付 那谁要来付这样的代价呢 所以节目最后 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钟时间 我想各请吴强博士 还有海涛 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 来和我们谈谈 就是我们在谈到了朝鲜问题 实际上花了非常多的 这个报道的这个时间 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都想知道 有没有一个最终解决 这样问题的办法 我知道吴博士 您一直强调 美中俄三国必须要联合来解决 但是中国的配合度 俄罗斯的配合度有多高 确实值得质疑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 这个军事战争的发生 对于朝鲜半岛的人命的安全 还有损失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吴博士一分钟时间 坦率地讲 朝鲜的局势发展到今天 不仅是中国俄罗斯 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在内 以及甚至包括欧洲 其他国家在内 对朝鲜的今天的局势 都有负有责任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国际绥静的一个结果 大家都在从一种绥静的政策当中 获得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日本的优异政府 可以获得利益 美国也是长期采取 一个战略耐心的政策 做等朝鲜局势的发展 各国都是采取一种 姑息的一种策略 那么解决朝鲜问题 也只能是各国达成一种共识 在一种危急的情况下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形成一种国际的联盟一样 形成一种联盟 来对朝鲜采取一种强力的干预 才可能来彻底解决问题 是 那么最后我想请我们的海涛 在你谈之前 我也想特别引述了 人权观察组织 他在最近他发布的调查数据 发现在今年光是7月和8月 这两个月份 在中国的边境 就拘捕了41名逃离朝鲜的人 那么中国方面 遣返了相当多 那么相较于去年7月到今年6月 一整年只记录到了51人 这当然都是官方能记录到 实际人数可能比这要更多 可以显示光是在这两个月内 从朝鲜逃离出来的人 明显地在增加 那么如果说今天朝鲜半岛的问题 不解决的话 这个对于朝鲜人民来讲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会是如何 那么朝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 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局面 先说这个就是怎么解决 刚才吴博士也说 这几个周边国家 都有这个绥靖朝鲜 结果造成了这个 如今天这个政策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 赵真慧女士的一句话 我觉得感受非常深 她说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 要变 否则老百姓活不下去 那么在这个绥靖当中 如果大家都有责任的话 谁的责任最大 我觉得海外的分析 一般都是朝鲜的这个禁灵了 如果这个禁灵真的 对朝鲜实行禁运 把石油 煤炭 把所有的禁运 按照联合国那样 安理会的决议 真正实行下来 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 是大有益处的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 还有我们的海涛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 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 将要为您探讨 中共十九大即将来临 可能上位的政治新星 将会有哪些呢 请您按时锁定 同时也请您关注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